作为低调华丽有知识的人 面对镜头啊 我们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可是有一个人呢 面对镜头时却永远都是这样 他便是一板一眼的鲁迅先生 不过鲁迅原来叫周树仁 但他准备写文章时 才换上鲁迅这个名字 鲁迅虽然总是板着脸 不过童年时的他 可是相当顽皮的 那时候他没事就跟百草原 斗斗蟋蟀 要不然呢 就咄咄咄咄咄据捕鸟 再不然呢 就是纠缠着祖母 给他讲法海欺负徐仙的故事 总结一下 抓虫斗鸟听故事 林汉舵输他 可是鲁迅愉快的生活 并没有维持得太久 十三岁那年 祖父啊 官场失忆被打进大牢 老爹呢 一着急竟然倒在了床上 成了重症病人 鲁迅啊 一家一下子就落魄了 家境的巨大转变 让鲁迅收起了挂在脸上的笑容 也让他无奈的离开了家乡 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 辗转的学起了医学 就在这条路上 发生了一件 让鲁迅意想不到的事情 原来那时候 日本跟俄国都想占领中国东北 而在中国呢 打起来了 这消息让鲁迅可郁闷坏了 更让他生气的是 同学们都毫不关心 照样该吃饭的吃饭 该打牌的打牌 这鲁迅的小宇宙呢 终于是爆发了 面对敌人的入侵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冷漠 这个世界让鲁迅毅然决然的 弃一从文 把人们的冷漠 展现在了小说里 让人们直面自己 人性中的灰烂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有一年的冬天 北风呢是呼呼的刮的 坐在人力车里的鲁迅满心祈祷 这车轮能再转得快一点 突然 这车一下把一个路边上 可怜的老太太撞倒了 鲁迅探出头 用睿智的眼睛看了一眼 哎 又没有血 没事 车夫咱走 可是前面的车夫却下了车 前前后后检查老太太有没有受伤 并且掺着他就要去警察局看看 真是中国好车夫啊 这件事如果换成一般的作家 一定会被车夫感动的痛哭流涕 感到如阳光普照般的温暖 好好写一篇文章夸奖一下车夫 可是呢 这鲁迅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深深的反省自己 我怎么就不担心老太太呢 我怎么能这么冷漠呢 不行 我要写下来批评自己 改过自信 你看 鲁迅的小说总是会抓住人们的冷漠 不放实劲的批判 在文学的道路上 鲁迅够独特吧 这便是鲁迅 面对那人性中的灰暗 他总是拿起笔 来一场严苛的批判 好了 了解完了鲁迅的批判精神 那就赶紧做题抢金币吧